大家好 欢迎收听《申奇异普通话》频道 最近港股和大陆的股市都在连续下跌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共武力威吓台湾 包括派出大量的飞机去侵扰 通常在这种情况下 被恐吓的那一方的股市就会大跌 自我有记忆以来 每一次凡是有什么导弹危机之类的事情 日韩的股市都会大跌 尤其是北朝鲜市射导弹 日韩的股市就会大跌 然后港股和台股也会阴伸下跌 只是没有跌得这么厉害 之前是每次当中共威吓台湾的时候 台股都会下跌 但是最近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台股不下跌 大陆反而下跌 恐吓别人的一方的股市大跌 被恐吓的一方反而创新高 台湾的加权指数创下了新高 因为人家的股市底子很厚 有两万一千多点 想当年台股在起步的时候只有几千点 但是现在已经有两万多点了 在蔡英文执政期间 当然我们对民进党有很多的批评 尤其是对香港人的立场 我们感到十分不满 但是股票的表现非常好 涨了超过一倍 从蔡英文上台到现在下台 涨幅超过一倍 那大陆怎么样 大陆就惨了 三千点 一天到晚要打保卫战 网易发布了一个帖子 对中共来说非常讽刺 这个帖子叫做今日战报 说是只截至5月24日星期五下午4点02分 整个军事演习的人员伤亡 没有 有没有击落人员 零 有没有击落一架飞机 零 有没有击回坦克 是零 有没有炸成一艘舰艇 也是零 那股票怎么样 击落了四千五百指 你搞了一场军演打算去恐吓台湾 结果却搞得自己的股票大跌 四千五百指股票被你击落 人家不但不会受到你的恐吓 股市反而还在创新高 这意味着实吗 意味着现在连市场的聪明前都感觉到你赢不了 你再不断的去做威吓的动作 已经让国际资本对你更加没有信心 原来你是这样的人 你会随时动手打人 你会侵略台湾 股市里的钱是最聪明的 他们能够清楚看到哪里安全 哪里危险 台湾受到了中共武力威吓 一天到晚都在说要派飞机过去 要动手打台湾 结果台股还创下了新高 但是你们去恐吓人家 却是股票大跌 这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人家对你们的不信任 你们自己危险 没有信誉 随时有机会挑动战争 如果是正常打仗 被攻击的一方的股市一定是会下跌 因为受到了破坏 经济活动受到了阻碍 按理说生意环境一定不好 难道人们会去庆祝打仗吗 当然是不会 消费等所有的东西都会下跌 乌克兰被侵略 难道乌克兰的UX指数会大涨吗 但是作为侵略方的的俄罗斯股市就是大跌 因为受到了西方的制裁 因为现在全世界的情况都改变了 以前行得通的现在看来已经行不通 中共想要恐吓台湾 结果却吓怕了中外资本 他们国内的资本也怕得要命 你去打台湾 意味着你有可能会被美国封锁 第一 银行股会下跌 因为担心会被踢出Swift系统 第二 航运股会下跌 因为担心马六甲海峡被封锁 第三 石油价格急涨 这样子国内又要涨价了 电费 水费等等什么都要涨 因为能源价格涨了 而且你还有可能会被人封锁 到时候你跟俄罗斯购买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只会变得更高 还有就是如果西方对你禁运 到时候所有的物资都会短缺 到时候你还凭什么来出口 你有的出口吗 因为中国有很多原材料都是需要进口 进口之后经过加工才可以卖出去 当你被人家制裁 被人禁运 人家不能进来的时候连原材料也不能进来 到时候不要说石油和天然气了 就连普通的原材料 包括电子 石英 还有金银铜铁石等矿物等等 还有芯片 不管是高科技还是低科技 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别人限制 这样子你的经济就会中断 根本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你的生产原料没有了 还怎么去做加工 所以中国经济很有可能会在出兵打台湾的那一刻崩溃掉 差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有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保障你的数据安全 所以人们为什么会觉得大陆的股票会大跌 要赶紧抛售 就是因为你的行为实在是太过鲁莽 你正在做的事情是在赶渴 不仅把你自己的投资者赶走 而且还把外国的投资者赶走 赶走了外国的投资者都算了 但是就连在本国的有钱人都觉得非常危险 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资产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成废纸 我们手上持有美金 人家到时候停掉了我们的SWIFT怎么办 还有就是在海外的钱怎么办 现在美国已经密谋要公布习近平家族财产 要公布这帮权贵在美国的资产了 杨洁篪在美国有一栋豪宅价值2000多万美金 如果到时候美国封锁你们 把所有的共产党员 尤其是共产党高官的海外资产全部充公 美国政府就可以大捞一票 马上可以发一笔大财 其实比起美国政府的实力 那笔钱不算是很大 但是突然能大捞几万亿 甚至有可能会有十几万亿美金 总比没有要好 现在台湾的股市非常强势 而大陆就很弱势 至于香港 本来有很多人都在唱好 说会涨到两万点 甚至两万两千点也一定没问题 结果却是连叠三天 四百多 三百多 两百多 为什么会连叠三天 因为你的谎言穿帮了 你之前说的话全是假的 你们的国家会随时打仗 一个随时打仗的国家哪里还会有人敢去投资 而买房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除非你拼命的去借钱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到时候货币有机会大幅贬值 到时候就不排除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大陆的楼市大幅贬值 不过前提是你要有美元资产对冲 假设你在在深圳或者是上海买了一套房值五百万 到时候大陆的楼市大跌 但是在上海或者是深圳的人还是要住在那里 因为导弹不会那么快打过来 你如果是要住的话 到时候楼价未必会马上大跌 但是人民币肯定会大跌 到时候人民币如果跌的只剩下十分之一 这样就等于是之前你借了银行五百万 现在只等于欠了五十万 因为已经贬值了九成 但是你的手上要有美元 或者是其他外币 这样你就有可能没事 甚至你还有可能占了便宜 因为你欠别人的钱变少了 你欠银行的钱可以少还很多 你借了他五百万 但是在贬值前的五百万和贬值后的五百万根本就不是同一回事 早阵子有一个报道 说黎巴嫩棒贬值得很夸张 之前有人去了那里旅游 说在当地几天的花费需要三千万黎巴嫩棒 现在三千万黎巴嫩棒是多少钱 还不到三千港币 他说在那里晚几天花了几千万棒 就是说当地的货币在疯狂贬值 已经快变成废纸 有一个黎巴嫩的工程师在美国公司上班 月薪2000多美元 当时他在贬鲁特用黎巴嫩棒买了一套房子 结果黎巴嫩棒疯狂贬值 几年之后 他现在只需要花费三个月的工资就可以全款买到一套房子了 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当然我不是在叫大家去买房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接下来人民币出现大幅贬值 到时候如果你是持有大陆人民币的资产 你就完蛋了 但是如果你可以借人民币去买一些资产 如果到时候楼价大跌 或是人民币大跌的话 你的欠债就会跟随汇率大跌而减少 但是这是一个高风险的操作 你买的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跌 到时候人民币大跌 你的房子也会跟着下跌 又或者是你的房子不跌 反过来还会上涨 因为货币贬值了 将来可能要花五千万才可以买到现在五百万的东西 到时候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注意 我不是在建议大家去买时吗 大家一定要看着板 中国经常为下台湾 最近搞了很多小动作 包括现在的立委在立法院赶起架来 这些都不能够排除 赖清德在上台之后似乎要比以前的蔡英文还要强硬 因为她认为她已经有了相对的资本 还有就是蔡英文在这八年来给她留下了不少好东西 特别是股市十分强劲 但是股市强劲不代表民生一定会好 因为股市在很多时候未必能完全反映民生 为什么去年会有这么多人站出来反对他们 因为在民间有很多人的财富跟不上的股市 股市好像很欣欣向荣 拼命往上涨 但是他们的生活没有多大的改变 所以人们才会站出来反对 但是赖清德不一样 他认为在外交方面的底子已经够厚 他认为自己已经有底气跟中共对着肝 我反而觉得中共有机会会去铤而走险 会为了要跟赖清德对着肝而动手 现在如果中共不动手 他就不会倒台 但是一动手他就一定会倒台 所以也不要怪我们心黑 我们真的是想他动手打台湾 当然 一动起手来的话在前期一定会有损失 不可能一点损失都没有 希望民进党政府可以做足预防措施 防备工作做好一点 防空系统做好一点 尽量把损失减到最低 到时候中共一打仗就一定会拖垮整个经济 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条引线去引爆中共 我非常敢肯定 打台湾就是使得中共倒台的要影 希望台湾可以撑得住 只要你撑得住 日本和美国的援军一到 中共就一定会死无葬身之地 有的大陆的网友十分搞笑 他们说 我们的股市跌成这样 到底是台湾来武统我们 还是我们去武统台湾 为什么每一次受伤的都是我们 每一次受害的都是我们 是不是我们在被人家武统了 看看股市的反应 别人还以为是大陆被武统 是台湾要北伐一样 十分搞笑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